塔香 茄藏寶 茄藏寶 用雞 我們現在來把它切開 好 但是要記得我們茄子 因為我現在媽媽是切圓的 我切長條狀 這個雞我們這樣把它切開之後 會記得 你看一下 很白對不對 有沒有 媽媽有沒有覺得說 我們放在空氣中 可能你再放一個 會氧化 差不多一分鐘之後會黑掉 來 我們先把它放在我們的水裡 放一下 把它放在水裡面 放在水裡面之後 我們再放一個東西 防止它的氧化 是什麼 來 這個東西就是 醋 這是什麼醋 一般的像米醋 糯米醋都可以 白醋也可以嗎 對 那黑醋可以嗎 黑醋就比較不適合 因為黑醋就黑黑 那裡也黑了 對 如果一般的果醋的話 也都行 有什麼醋就是醋 不要黑色的就好了 但是不要有顏色的 紅熊最好就是 能夠保持它的顏色對不對 對 我們要叫媽媽最難處理 但是我們今天教媽媽在家裡 把它放下去 把它放進去 把它放進去 再放進去 我們拿回來的時候 我們 茄子是切長的 那我們這個也是要切長的 好 剛才伊勒在講說 這個我們剛才在炸肥腸的時候 會覺得說 怎麼會怕它噴對不對 這個一個重點 跟茄子的形狀一模一樣 對 好 來 記得我們這裡面你看一下 這裡面有點油質的地方 對啊 來 他們的豆子 稍微刮一下 吃健康 吃健康 有沒有看到 刮掉之後 待會我們下去煎的時候 你又要噴了 油爆會變少 對 因為它這個油 很容易遇到熱之後 它就會比較容易爆開 有沒有看到 我們把它切開 媽媽最初是做切粒 對 你看我們現在把它切成長條狀 跟茄子一樣的形狀 所以你看 你如果有時候 就像我們常遇到問題 媽媽有時候可能覺得 有時候都希望說 可以買到便宜 對 就有時候同個食材買回來太多 太多了 都一直吃同一種口味又很無聊 對 對 我們來看 這個油的地方稍微處理一下 稍微刮刮 而且這個我們在買回來 如果你是買乳好的 你給它放涼一下 它這個油脂它會稍微凝固 就很好去 來 就像滴油 放過油也會凝結 對… 這裡面有油脂 對 我們把它去除 這樣等一下都吃起來 它就不會有那種油膩膩 肥肥的感覺 對 媽媽最初她雞肉兩條 我來做這個切腸包 雞肉兩條 是在切腸兩條的錢 對 做不同的吃法 對 做菜做什麼 對 來 這樣這個油 油溫剛剛有教大家 在看這個油溫的對不對 但是我們這個切腸包 我們要先炸什麼你知道嗎 先炸茄子 沒錯 來 所以我們先可以把這個茄子 稍微把它撈一下 你看我們進過這個醋的茄子 也是又白色 顏色好漂亮喔 都不會黑對不對 它的原理 像我們那個馬鈴薯 這個這類的根莖類的 地瓜類的這種東西 它一定要加這個酸性的 這樣 我知道了 各位媽媽 你怎麼放得比較好 我們直接要吃的水果 你可以用鹽水 對 但是我們要拿來炒菜 要煮菜這些蔬菜類的東西 像根莖類這些 我們就加白醋 醋類的 就可以防止癌化 這樣很好分對不對 不要說水果拿去用醋 因為我怕媽媽 我們這樣灑灑分不清楚 就是這樣分的很簡單 我們直接吃了用鹽水 這蔬菜要下去煮的 我們用醋 對 這樣就很簡單 好 來 我現在 我們現在要下去擠一擠 先把我們的這個 來 把這個茄子把它先撈起來 說真的 我們在家裡 你要做這個人氣熱炒 其實我們也是有祕訣 就是說第一個 用大腸把它處理乾淨 然後這茄子給它泡個水 再來就是這個油溫 媽媽炒到那個溫度 大概是120度 就是粥小火的 我們現在這個溫度 要留得比較高 160 差不多160到180 對 但是我們沒有溫度計怎麼看的 很簡單 你就看它上面有在冒煙 旁邊在冒煙的時候 有耶 對 你也不用拿豬去炒 再來會怕噴的時候記得 這個溫度已經拉高了 對 我們稍微把這個瓦斯 這個火爐 看一下 關掉 關掉 這麼高溫 然後弄一弄把它溫 對 在叫我們會起油嘛 對 還有一個 那不要教大家好不好 來 我們現在稍微這樣 來 把它放在這個水裡面 是 再把它放進去 唉唷 再來會怕噴的時候記得 這個溫度已經拉高了 對 我們稍微把這個瓦斯 這個火爐 看一下 關掉 關掉 這麼高溫 然後弄一弄把它減掉 對 把它減掉 你也不用怕 來 就這樣 不要把豬子彈 放到這個 留得這樣 媽媽 你看一下 這樣會浮沫嗎 不會 對 一定會浮沫 這樣浮沫 浸得這樣有漂亮嗎 對 好像很薄 好 來 稍微 油 瓦斯不要再開了 讓我們稍微這樣 定射之後 來 這時候瓦斯再把它打開 先讓它的油爆 不要這麼明顯 但是它的油會先拉到這麼高 不是說這樣 會溫度高 我們就把它彈掉 這個我告訴你 沒有噴出來的話 實在是不簡單 就要照這個方式 來 讓我們看 這個雞稍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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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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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 因為它很容易就軟掉了 對 好 再來的媽媽如果覺得說 我們這個會太油 這個雞會爆油 對 還有一個貝伯要教大家好不好 來 我們現在稍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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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рат 我們現在 Put 來 把它放進去 他停泊 去除它這個油風 你這個油等著吃的時候就不夠油 這個 這一定會 hit 最初兩次你看 對 這住在哪裡 你看?!" Schnizz 這個水 油跟水 油比水清% 油會浮到上面 來 而且是不是順便 讓它就是不要再加速它的溫度了 對 我們的茄子還不會黑掉 一般錢的都會黑漆漆 你看 顏色多漂亮 對嗎 真的耶 比較會要 比較要 油會浮到上面 油吃的時候就不會油油了 我們現在繼續這個沾桶 如果處理好沾桶 我們也是這樣 把油溫放在上面 這個溫度就不要像茄子那麼高 就像媽媽剛剛講的 你看我這放下去會油爆 你的油爆很少耶 因為我把裡面的油都起掉了 起掉是不是 吃起來會很香又很爽 所以其實像現在的人 越來越講求健康 對 在處理的部分 就是真的比較強硬 就是特別會把裡面的肥油 給刮掉 所以吃起來口感就會差很多 對 我們現在跟媽媽做 要好吃也要吃健康 你看看 有沒有 它的油質 不會去油爆 而且煞起來又很香 重點是什麼 熱量比較不會那麼高 對 對 對 所以我們要炸到什麼樣的樣子 來 看一下 我們最起本來就是看到 這個外皮有酥脆的感覺就可以了 就像剛剛媽媽講的一樣 外皮酥脆就可以了 好 來 炸一個 所以最後再起鍋的時候 稍微把油溫拉高 油溫再拉高 把它拼油一下 拌冷加開之後 酥酥香香的 怎麼樣 對 而且又不會油爆 你看 媽媽炸東西最怕的就是油爆 但是克服油爆有欠缺 有黑的 有黑的 今天只加這個醋 跟去這個油 方法真的很不錯 來…好 我們現在盛 來 稍微放 這個… 我們現在已經把這個都炸好了 對不對 好 那我們這邊準備來燒香 來 我們這個油也不要太多 一大匙的油就好了 來 其實我覺得現在 在做菜 在煮菜的時候 已經有一些做法是顛覆 以前傳統的感覺 對 其實有時候 你若是比較不會燒這個火 對 我覺得有時候冷鍋冷油先下 再開始開火 對… 也比較安全 媽媽們在家裡做菜就是要這樣 薑片放下去 還有蒜片跟薑片都放下去 這樣不怕這個會炒火 大家說爆香… 爆到沒了 有爆才有香 對… 你爆到媽媽最怕就爆到怎樣 烏七媽黑 對… 蒜頭變成蒼蠅頭 烏七媽黑 但是你看 要不要 找到有金黃色 對…蒜頭 再來 現在有香了之後 你看 像龍師傅 放得多漂亮 放得好像杏仁片 對… 你還說我放杏仁片 但是我們用這個方式來放香 就是不會炒火 對 媽媽要記得 老大小會 老大可以 來… 我們這個 這個蔥蓉 蔥蓉蓉把它放 這樣慢慢炒 再來 現在就來調味 記得 我們那個薑要下去 它可能會怎麼樣呢 它一定會乾掉 所以我們先放米酒 來 米酒 這時候有酒的香氣 把我們那個味道提出來 來… 再來就是來 開始我們的蠔油 蠔油 一大匙的蠔油 為什麼你在這邊選擇用蠔油 因為我們這個可能茄子 它需要口味稍微重一點點 搭配一點點海鮮的味道嗎 然後再來我們這個醬油 可以 也是一大匙 醬油跟蠔油 然後再來就是那個糖 很簡單都是一大匙的糖 來 來 這時候請把我們的水加下去 來 水大概加差不多50CC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有夠了 因為我們要做薄餅 再來就是我們的那個 來 看一下 蠔椒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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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發現熱炒類的東西 蠔椒粉真的也是很重要 對 一小匙就可以了 其他調味料不複雜 對 然後我們這個辣椒 給它放下去 擺一點顏色就可以了 好 這一鍋我們先把它 稍微把它煮開一下 那這個太白粉水 來 因為我們剛剛做的乾扁肥腸 其實它是一個乾的東西 對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說它放涼了 也很好吃 但是有時候如果是想吃熱熱的 這個寶貝都這樣滑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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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 媽媽 我們這個頭都要煮好了 泡過水把它放在裡面就好了 隨便放嗎 對 全部把它放下去就好了 然後我們這個膏蛋炒把它放下去 這個火把它開下去 再來就把我們剛才調的醬汁有沒有 這樣子把它放下去 把它放在上面 慢慢吃 有時候媽媽 如果你在鍋子裡面一起燒的話 有時候你燒一下過頭 一直燒到炒火 你不知道 我們用這個方式來煮好了 來 我們在家裡就是 你現在要煮的時候這樣 稍微拌一下就好了 讓它可以很均勻的 都吃到那個醬汁 來…我們稍微拌一下就好了 我們吃什麼東西 等到我們這個已經冒煙的時候 就可以上桌了 熱呼呼的茄廠寶做法 真的一點都不難 只要先將茄子肥腸切成條狀 入油鍋炸鍋撈起備用 另外起油鍋爆香蒜片 薑片 蔥栗 加入三大匙的米酒 一大匙的蠔油 一大匙的醬油 一大匙的糖 50cc的水 一小匙的胡椒粉調味 接著呢 我們加入辣椒粒 以及太白粉水勾芡 另以砂鍋加熱 放入炸好的肥腸 茄子以及九層塔 再把調好的醬汁淋上 待煮滾後就OK啦 好 有軟Q的 有軟 但是還保有一點點Q度 對 它邊咀嚼 那個醬汁有沒有 就會跟整個肥腸的味道 結合在一起 融合在一起 而且調味道也不會很複雜 對… 然後重點是那個過程也不難 對… 而且讓你吃起來又不會覺得很油膩 沒想到茄子可以吃到這麼多汁 再來吃一口 對… 這個用白飯來配 吃得不太棒 對 因為它那個醬汁裡面啊 我覺得九層塔 每次都扮演那個很 化龍眼睛的角色 最關鍵 它那個醬汁 如果直接白飯啊 零三一定要這樣嚼飯 是… 我跟你說 你光是白飯就吞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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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吞